这位置也不错 欢迎来到我的下一个开箱频道 那今天呢是 Thanksgiving 每一年我的生日呢 刚好都会在 Thanksgiving 我就会跟家人过 昨天收到鞋子 所以我就趁今天赶紧开箱做个review 那Kids跟Converse合作呢 已经不是第一次的事 Converse真的非常的不得了耶 前阵子自从出了Ambush的那一双年名款之后 我觉得它都慢慢的称霸这个潮牌界了 那这次他们选用了迪士尼的主题 来打造这双鞋子 是采用了最经典的Truck 70鞋款 这次它是三方的年名 然后它主要出了三款 那我只抽到其中一款 所以我就顺带讲一讲另外那两双 再做一个很细节的细节 去拍我抽到的那一双 Kids它每一季 都会推出不同的设计年名 来增加自己的品牌的地位 它的主题叫Kids for Disney的年名系列 它在鞋盒上呢 做的还蛮素色的一个设计的 非常的简约大方 鞋子的鞋盒上面呢 有Mickey Mouse图案在左下角 中间呢是写的Disney 跟Kids的牌子在上面 鞋盒的旁边呢 就有Comforts这个名字 打开鞋盒之后呢 它这个有点像 把Mickey Mouse70年代的样子 到现在2019的进化版 都放在这个collection上面 所以有点像是代表着 迪士尼的这个一个历史的那种感觉 那这次它出的呢总共有三款 那每一款呢 它都非常有自己的特色 我抽的呢 我觉得是三款里面 最好看的一款 是黑色的版本 是用了Comforts经典的 Truck70 配搭着黑色皮夹 鞋子的下方呢 有很多不一样的 Mickey Mouse的小图案在上面 最后方呢 它从20年代黑白色的 汽船为例绘画开始 然后呢 把每一代的Mickey Mouse 都放在整双鞋子上面 所以到最后面的那一个是 我们这个年代这10年的版本 那这个跟之前Ambush一样 它除了送你一个 普通的黑色皮带之外 另外它送了黑色皮带 上面是印着Key Disney的牌子在整个鞋带上面 让你去更换 穿鞋带的位置一边是白色圈圈 另外一边呢是红色的圈圈 而它Comforts的标签呢 是采用了3D的设计 是全黑色皮夹做出来的一个 Comforts标志 隐隐约约的还是能看到 跟平时一样写着 Comforts Truck 70 All-Star 鞋侧的白色后底有Heath的牌子 它的鞋背还是有 Comforts All-Star 标志在上面 鞋侧的里面呢 有一个红色的Tag 写着Player's Name 有Mickey Mouse的签名 下面呢还有一个 明星老鼠的MATTO的Logo 鞋底的部分是用白色的帆布来做成的 上面写着Made in Vietnam 我发现Comforts都是Made in越南的耶 鞋底的部分没有做太特别的处理 是一个很普通的白色鞋底 鞋子上面呢会有一点点掉线的感觉 可是整双皮夹的皮呢是非常的舒服的 抽的这一双呢是男生版的旗号版 所以会有点偏大 如果是女生买的话呢 我建议买小1码到1.5码的话 你会比较适合 因为这个是高筒的设计 加了一个中厚底 所以会显得你的脚很修长 另外那两双比这一双 会更显得帅气风一点 另外那两款呢 一款是白色的 一款是黑色的毛绒质感的同款Truck 70 白色的那一双呢 是用了最经典的羊皮 全部的风格 所以分别在鞋面的外侧跟内侧呢 都有每一代Miki样子印在上面 那是个可爱的翘像呢 是将她的耳朵用作金属孔 绑整双鞋子的鞋带的 跟这一双黑色是完全不一样的风格 而且整双鞋子看起来是比较女性化一点 比较经典款的 那第三款呢就是用了很柔软的羊毛风格来做整双鞋子 所以看起来非常舒服可爱 那她鞋舌的位置用了红色毛 其他地方全都是黑色 应该是来自于皮毛 她的皮毛跟她的外套啊 不要签名吊带的颜色 所以我觉得黑毛的那一双呢 是比较girly一点 比较可爱风 而且适合冬天穿着的一个鞋款 这三双鞋子是11月18号的时候出售的 我是昨天27号的时候收到的 那这双鞋子的原价呢是140块加税 可是如果你现在上stockX上面看的话 黑色毛绒的那一双 现在的较价是100块到150块左右 我看到普遍的价格是比开的原价还低的 可能那一双没太特别的设计在这双鞋子上面吧 然后另外白色的那一双 现在卖130到190块左右 白色的那一双是较价较最好的 然后黑色我现在手上的那一双 如果你去stockX看是140块到180块左右 我看到它大部分的鞋码呢 都是跟原价差个20几块而已 大家如果真的很喜欢这个collection的话 你可以直接上网买 价钱也不会差太远 我个人是比较喜欢皮夹的材料 我很不喜欢帆布的材质 因为帆布的材质总是有一点 尤其是白色款非常容易装 可是黑色的那一双呢 是比较容易打理 穿起来的时候也会比较帅气 因为白色的那一双 它只有这四代的翘项 可是我这一双呢 是它这么多年来 所有不同年代的画风 都放在这双鞋子上面 我自己是觉得比较特别有意义的 好啦那我今天介绍就到这边啦 希望大家有一个开心的感恩节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 帮我按赞和订阅我呢 我们下次见